话说明朝永乐年间 四川新都县有意乡绅 姓阳明居正 甲科出身 官至正四品 只因在任时贪赃枉法 被朝廷衔了关带 愤愤不平地回到原籍后 自道仕途无望 行事愈加专后 平日设谋运局 为非作歹 成地方遗害 自不必说 且说这杨居正有一个弟弟 家道从容 秉姓却与兄长相反 是个安分守己的人 见哥哥作恶 经常好言劝谏 起料杨居正勃然大怒 骂道 你仗着我的势头 在家做二爷 正够家当了 现在倒还管起我来了 话不投机半句多 如此数次后 杨二爷再不敢多言 晓得兄长残暴歹毒 六亲不认 稍有不慎 未必不会对自家下手 岁养了几个会五亿的家人 时时防备 谁知天有不测风云 自己又一病不起 膝下有一子 只得几岁 临终之前 放心不下 换过妻子在跟前 交代众家人道 那边大哥虎视眈眈 你们需要小心应对 不可落入他圈套之中 否则 我死也不明目 说吧 泪如雨下 长叹而逝 此后 其妻与家人牢记主妇 谨守门户 安分过日子 再不和大哥家扯上半点关系 杨居正无系可入 心里却思量 兄弟家偌大一份家当 不过留得个乳秀未干的小子 若断送了他 这家当还不是我囊中之物 他私下养着三十多个巨道 安置在外庄听用 平日掳掠所得 都与他平分 若有官府追究 他就出面摆平 充当着保护伞的作用 县里惧怕他的势力 只得睁之眼闭之眼 以至于阳居正越发狂妄 若看谁不爽 或晓得谁家富裕 便公然叫这些人 去搬了来庄里分赃 弄得久了 都已经习以为常 他原本也打算 这样洗劫了哲家 趁便害了他性命 奈何哲家早有防备 昼夜巡逻 还养着数条凶猛 狼犬 不路一丝破绽 杨居正几次三番行动 军不顺利 未曾得手 非常烦恼 这天他正在盘算着 如何才能谋夺者家财产 呼有人来报 说是门外有人求见 说是救治下云南共生张银炳见 当下吃了一惊 脸上阴晴不定 寻思了一会 方才夺出厅来 叫请共生相见 张共生整顿衣冠 行了大礼 又孝敬了一些土特产 杨居正收了 命人设座看查 两人说了些闲话 方才慢慢转到了正题上 原来 那张共生乃是云南人士 其父为当地巨父 有妻有妾 妻生一子 就是张共生 妾也生有一子 换着张人 上还年幼 其父亡故后 这张共生欺负孤儿寡母 要霸占全部家当 那小妾无奈 央人写了一副壮旨 递到了杨巡道手里 那杨巡道是何许人也 不是别个 正是如今霸官在家的杨居正 张共生听得杨巡道准了壮 就找了中间人 送了他三百两献银 欠宝金湖一把 吕丝金首饰一副 讲明要帮他永久断绝兄弟 争加产之患 若不成事 须得将原物退还 那杨巡道 认钱不认理的人 岂有不应允的道理 两人私下面对面 交割了财物 各自欢喜 岂知事事难料 杨巡道收了贿赂 还没来得及办事 就赶上皇帝寿臣将近 轮着他进京朝贺 此事言误不得 杨巡道只得收拾起身 谁知这一去就被罢了官 幸幸地回了原籍 那张共生连亲弟弟 应得的财产 都要想方设法 弄到手的人 眼见这五百两银子 打了水漂 没处去讨 怎能不心疼 时时记挂在心 这不 因近来要赴京亭市 四川乃必经之路 成都转到新都县 只有五十里之远 便特意追上门来 讨那五百两财物了 这张共生眼里 只有银子 却不想自己原本干的 就是栖心之事 再者 那贪官都是只进不出的皮修 吃人尚且还不会涂骨头 到手的东西 还有拿出来的道理 这一来 好比老虎猴中取脆骨 大象口里拔生牙 怎有个好 分明就是 猪羊走入屠户家 一步步来寻死 且说这两人 聊了些场面话 那张共生按捺不住 几次 暗示自己的来意 怎奈羊居正装聋作哑 并不接他的话头 见此情形 张共生只得拉下面皮 直说道 之前共生家里 有些琐事 曾将一些礼物 当面奉给大人收住 以求周全 谁知还未成事 大人便已返回贵乡 金本不敢造次 只因共生父经盘缠缺乏 意欲求大人发还此一项 以助共生父经 故此上门叨扰 杨居正文言 脸色大变 冷冷说道 老夫在贵处 只吃的一口水 何曾有此脏污之事 张共生见他 拾口否认 心里着了急 就狠狠地道 是我亲手在 撕牙门前支付的 单据俱在 这还能有假 文听此言 杨居正笑嘻嘻的 一拍脑门 装着恍然大悟的样子 说道 爱 年纪大了 是老夫忘事 得罪 得罪 且放宽心 我想起来了 是有这么个事 只是你远道而来 待老夫设宴 替你洗尘后 自会原物奉还 随起身请张共生 到书房中稍坐 一面吩咐整治酒席 见他已经认账 又张罗着要款待 张共生心中暗息 随他到书房坐定 杨居正安顿好张共生 心中盘算 起初识口否认 想你是个识趣的 打住不提就罢了 谁知这般不识时误 逼得老夫好不尴尬 索性一不做 二不休 你一个云南人 远道来到此间 断送了你 谁人知晓 主一打定 便暗中吩咐心腹 通知庄上一伙强人 到晚间酒散后 听候使用 不义时 酒言准备停荡 请出张共生来复习 习间说些闲话 评论些时事 且是殷勤 又叫漂亮的丫鬟 频频奉酒 张共生毫无防备 又想着几百两银子 马上就失而复得 心中欢喜 避只管散开肚皮 马手举到胸前 比了个灭口的首饰 吩咐道 都送去红花厂结果了 原来他名下有所红花厂庄子 满地种着红花 有一千余亩 每年卖那红花 有千金之力 这庄上造着许多房子 一来可以安置客人 二来也方便藏匿手下强盗 张共生主仆被送到庄上后 只听得一声裸赏 几个凶狠的强盗走了上来 刀光一闪 五人还在罪梦中 便已身负黄泉 早有人在红花稀疏之处 挖了个浅坑 将五具尸首做衣端埋下了 可怜张共生 痴心妄想 要讨送出去的贿赂 却不想自己是在和豺狼抢时 落了个死于非命的下场 花开两朵 各表一枝 且说张共生的两个秀才儿子 见父亲自出门后 过了一年多 不曾见一纸家书 也不曾带回一个口信 心中不安 偶然遇到从京中回来的人 问起父亲 都说不曾会面 并不晓得 心中更是担心起来 两人商量道 云南始终偏僻了些 不如到四川打听 那里不时有从京城往返的人 消息也比较灵通 于是 二人收拾了盘缠行囊 静止到了成都 寻了个客店安顿下来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 闲走了多日 只想着碰到个熟人 好打听父亲消息 谁知竟一无所获 时间一长 难免无聊 也不知是兄弟二人 谁先提起 说是地方上尽多铭记 岂有不去消遣一番的道理 两个小伙子一拍即合 各自相中了一个青楼女子 一个童小爱 一个顾阿妹 剧都接到客店 不分日夜 饮酒作乐 混了几日 追在温柔乡里 早把打探父亲信息的事 撇在脑后了 一日 那兄长有些逆反 有换人的意思 两个青楼女子 晓得他们是云南人 便系言道 听说你们云南人 只喜欢老的 早料到 我们不合你们的意 却没想到这么快 就要寻觅新欢了 两个秀才不解道 谁说的 我们云南人 只喜欢老的 童小爱接过话说道 前日遇见游伯伯 听她说 去年有个云南朋友 到这里来 要寻乐子 不要年轻的 只要老成的 后来 引她到汤家 妹娘那里去了 那妹娘 三十多岁的人了 这不是云南人 喜欢老的吗 两个秀才忙道 可晓得那云南人 姓什么吗 长什么样子 两女子 原本只是说出来 取笑一番 谁知二人 竟然追根问底起来 他们哪知道 那云南人长什么样啊 两个秀才 无意中得来一条 与父亲沾边的线索 自然不会轻易放过 从二女那里得知 那游伯伯 神龙见首不见尾 行踪不定 便留了弟弟 在住处 伴着两个青楼女子 兄长则独自一人 往汤妹娘家去了 却说那汤妹娘 正在睡梦之中 忽被叩门声吵醒 随起身整整衣裳 叫丫鬟去开门 张大秀才走了进来 妹娘抬眼一看 却有些眼熟 请在客座里坐了 心中疑惑 面上不动声色 张大秀才问道 请问大姐 小声听说 去年 有个云南朋友 来过这里 可否告知 那人长什么样 姓甚名水 妹娘倒也诚实 答道 是有一个年纪偏大的 云南朋友来过 说是个共生 要赴京亭市 路经此地 在此盘缓了暑日后 又前往新都讨债 去了 说半日路程 去去就回 不知为何 一去就不来了 闻听此言 张大秀 心知 八成是父亲了 安纳住心中激动 又问了妹娘几个问题 无不相符 原来 张贡生 要赴京亭市 不得不把 征家产的官室 暂且放在一边 带了四个家人出了门 一路风尘仆仆 字不必说 不一日到了成都 张贡生向来摊好酒色 找了间客店安顿好行李后 便带着四个随从来到烟花之地 因不是本地人 虽然看得眼花缭乱 却不晓得该进哪一家 正在门口愁愁时 只见迎面一人摇摆而来 来人便是前面提到的游伯伯 最是此间老手 两人一搭上话 非常投缘 便给张贡生推荐了几个正伙的年轻女子 张贡生却道 我自家年纪也不小了 倒不喜欢那孩子新兴的 老成一点的还好些 由伯伯听后哈哈大笑 便将她引到了汤妹娘家里 此举正合了她的意 张贡生与那妹娘一见如故 非常喜爱 当夜便在她家里宿下了 此日 叫家人把店中的行李也搬了过来 存放在妹娘住处 之后又一连住了几日 方才带了家人往新都县去讨债了 临行前 对妹娘说有一笔银子在新都 此去只有半日路程 讨了来再与她欢好 谁知这一去再未返回 眨眼间也过去一年有余 张大秀才得来消息 忍不住说道 是了 是了 看来我还得去一趟新都了 当下次别出门 回到客店 将弟弟拉到一旁 细细说了打听来的消息 商议着要立马前往新都 两人记忆停荡 取出些银两 打发了童小爱 故阿妹出门 随后收拾了行囊 直奔新都而去 父亲与杨居正的瓜葛两兄弟是知道的 所以一到了新都 在客店落脚后 便向店主人打听杨家住址 谁知那店主人伸伸舌头 低声说道 这人可不是好招惹的 没事问他做什么 两个秀才道 问一下怎么了 为何这么怕他 店主人苦笑道 两位远道而来有所不知 若是本地的人惹了他 轻则官司害你 重则强盗劫你 若是远处来的人冲撞了他 搞不好就结果了性命 两人文言大惊 细问之下 又探听到一个更震惊的消息 原来杨居正家有一个管家 叫做老三 常在这家店吃酒 因此人良心未泯 心中常有不平 每次喝醉了 就会把主人做得恶实 告诉店家 据他所讲 去年有个云南人 带着四个家仆上门讨债 全被杨居正派人 害了性命 店家因见两个年轻后生 打听杨家 方才闲讲了几句 告诫他们道 两位客官 个人自扫门前学 那杨居正不是善类 不要闲管罢了 两个秀才情知 父亲被害了 却不敢声张 暗暗叫苦 被地里大哭了一场 一夜未曾合眼 四早 两人商议 若是被杨居正发掘 恐怕反遭其害 此地不可久留 遂强自隐忍心中痛苦 重返成都 恰逢四川悬案查院 石公正在省下 两个秀才写了一撞 递了上去 石查院看罢状词 他一向耳闻新都杨居正的恶计 早有心要为地方除害 只因是个假科 又没人敢来告他 手头没有把柄 不好动手 今见了两声告辞 虽然明知 十有八九是实情 但词中 没个真凭十句 不能轻举妄动 遂平退左右 将两个秀才换到跟前 轻声吩咐道 二声可诉回家去 切勿留在此地 躺为杨居正所知 必受其害 所告之事 待本院查访得时 当有公文至彼处之会 彼时在患而等到此冥冤 万万不可泄露 随即将状辞舌了 收在秀中 两声叩头败谢而出 依了查院之言 当即到住处收拾行囊 转回云南家中等消息去了 这边时察院密照 现场谢公序话 取出壮旨与他了 说道 本院留心此人久矣 今日恰有人来告 此事交给贵司刑法衙门去查办 谢连使道 此人贪婪残暴 豺狼成性 盘踞新都 乃地方遗骸 诚然枉法所不容 时察院道 我听说他家有家同数千 暗中又豢养死士数十名 行事虚得谨慎 不动则也 一旦出手 定要将其一网打尽 此事交给下官 保管万无一失 谢连使说话置地有生 当下收好状词 一一而出 这谢连使是干实事的人 办事果断 回到私中 立刻换来两个心腹 一个叫做使婴 一个叫做卫能 都是鸡敏过人之辈 谢连使父儿如此这般吩咐了一通后 叮嘱道 总之要寻到那师身所在 万事须得小心 两人频频点头 领命而去 且说使婴 未能接了这个差事 自知非同小可 不敢大意 各自回家收拾了摆来两银子 放在身边了 打扮成客商模样 一同到新都来 只说要买红花 在街上打听的杨家红花厂 是他三管家 在经营 此人生性耿直 交易公道 故此客人来了都找他 每年给家主挣下的银子 略有千金 全亏得他厚道 不然就扬居正那贪暴的名声 鬼也不敢上门去做生意了 当下使婴 未能静止来到他家拜访 说明来意 那三管家姓继 见了客人上门 满面春风 一团和气 忙至酒相待 这两人是衙门老手 何等乖绝 当下晓得这人有用处 便有心结识了他 放出手段奉承恭维 席间续话 相谈甚欢 因为知己 竟有一节金兰的意思 当业继老三送他俩在客房歇宿 正是红花厂庄里的上访 四日起来 看了红花 讲好了价钱 两人各取银子出来支付 双方又相让有余 彼此情投意合 交易完毕 那继老三果然载机买肉 要款待二人 使鹰未能也到集市上去买了些纸码香烛之类 回到庄上摆上了 先献了神 各写出年月日时来 使鹰年长 是大哥 继老三次之 是二哥 未能最小 是三弟 哀次续拜了神 各述了结拜之意 道 自此之后 彼此无期 有无相己 思难相救 久远不忘 若有为盟 神明吉之 摄氏已毙 彼此欢喜 当晚喝了个大醉 敬欢而散 此日两人与继老三辞别 收了红花亭的 返回成都 发在铺中卖了 顺便还赚了些银子 之后又打点行装 前往新都收红花 数月之中 如此往来了五六次 一来二去 与继老三更加熟络 关系日趋亲密 真如亲兄弟一般了 一日饮酒到兴致正浓时 使鹰深深妖道 快活 快活 我们遇这个好兄弟 到此来一次 高兴一次 未能会议 马上接口道 继二哥带我们弟兄梅的话 讲 只是有一件事 不知当说不当说 继老三忙问道 你我兄弟 辈子兄弟 有什么做得不好的 三弟不妨直说 未能等的 就是这句话 随接口道 二哥处处都好 就是给我们安排的住处 不大妥当 原本想最后睡个好觉 怎奈此间每夜 听的鬼叫 睡觉都不安稳 只此一见不合心 这是二哥安排不周啊 小弟生来怕鬼的 只得直说了 继老三经道 果然有鬼叫吗 石英道 是有些怪异 不只是三弟 我也有听到的 未能假意 有些坐脑说道 不是真有鬼叫 难道小弟说谎不成 继老三当下点点头道 这也不怪他要叫 肯定是那云南人了 石英 未能见说出真话来 装作小德的一般 顺势说道 云南那人的事 我们早就听说了 二哥也该积些音德 与你家老爷说个方便 与他一堆土埋藏了诗涵也好 为何抛弃 他在那里了 是他每夜在这里叫苦连天 继老三辩解道 死得确实惨 但诗涵倒是埋藏了的 两位兄弟 不要听外边人胡猜乱说 两人假装不信 说道 外人都说是当时随便抛弃了 二哥怎么说是埋藏了 若是埋藏了 他怎会如此每晚叫苦 继老三果然重计 说道 两个兄弟不信 我领你们去看 说来也古怪 埋他们的那一块地上 一些红花也不生理 两人对了个眼神 起身跟着继老三 往红花肠里走去 不一会儿 继老三把手一直道 看 就那一块 一根草也不生得底下 就是他五哥的尸骸 怎会乱讲没有埋藏呢 两人唯唯诺诺 应了几句 只说自己轻信了外人 差点误会了自家兄弟 暗地里把周围环境记住了 之后仍到庄房里速写 此日辞别继老三道 二哥什么时候 也到省来走走 我们也好 做个东道 回敬一回敬 不然 我们只是叨扰 实在有些过意不去 继老三道 弟兄家何出此言 小弟没事不到省里 只有年底 要买过年务时才去 到时肯定要上门 来拜大哥 三弟的 三人又闲聊了几句 方才一一惜别 史英 为能此番访问的实信 来到谢连史跟前 以五一时详细秉明 连史听后大喜 赞了二人几句 说道 如今 只等那兴计的来到省城 即刻密报于我 切不可走漏风生 过了一段时间 眼看年关将近 那继老三 果然来买年货 特到史家 为家拜往 两人住处差不多远 接着继老三后 欢天喜地 史英说道 难得贵客上门 三弟且陪着继二哥坐一坐 我到集市上走一遭 制备些酒食来请二哥 当下叫了个小厮 拿了个篮跟着 出门往街上去了 买了些鱼肉 国品之类 先打发小厮回家整治 自己则走进 暗茶四檐里头去 秘饼与连史知道 连史吩咐使 应先回家去陪着 不可放走了 随即差两个工人 写个猪票与二人道 立居新都杨家记三面审 可怜记老三 还不知道 自己教的是两个假兄弟 酒桌上就被差人带走了 连史并不声唐 竟叫带进斯牙里来 那季老三 原本就看不惯主人行事作风 只是平时碍于主仆之分 憋在心里不敢明说 金进了衙门 再不隐瞒 尽数土路 谢连史写了口词道 你这人挺老实 我不难为你 暂时发肩中 带提到了正范就放 史英 未能看在日前相处的份上 照管他一应是体 吩咐肩中 不要难为他 且说谢连史审的真情 即发献牌一张 差史英 未能两人到新都县 将此事着落在支县身上 只说凶犯杨居正 戏连杀五命公事 如不擒祸 即以支县待解 又发牌补牙 在红花场起施 两人领命 道德县里 已经除夕夜了 新都之县接了来文 下得两手无措 自存道 今日是除夕 杨居正 必定在家 虚承此时调兵围住 出其不易 方宝万无一失 当即盲调配兵族 共有三百余人 只限亲自领了 把杨家围得铁桶一般 当时杨居正正在家中 吃团年饭 天还没黑 就把大门重重关闭 自与群切饮酒作乐 使鹰 未能熟门熟路 从侧边踢墙而入 先把大门开了 支县领人冲了进去 忽见闯进来 这么多差人 杨居正 吓得不轻 直到事发 本欲躲避 却也避之不及 早有人将其五花大绑 连夜押借奔赴省里 使鹰 未能两人指点 补官到庄上绝了尸首 随后一同赶到 那些庄上的强盗 见主人被拿 树倒狐孙散 打一个口哨 喊一声风紧 扯呼 跑了个干净 谢连使生堂 杨居正心存侥幸 西徒蒙混过关 奈何管家继老三当面指正 又有红花场 绝出的尸首武具 人证物证俱在 抵赖不得 即将他收到监牢 代行文书 到云南通知原告 前来再问 重赏了使鹰 未能二人 继老三无罪释放 官文行到云南 两个秀才知道 杨居正已在狱中 星夜奔赴成都来 连使教带到施场上 认领父亲施首 又从牢中提出 杨居正对质一番 梁子气愤难耐 冲上前对其拳打脚踢 连使喝住道 既已经认罪 自有律法处置 两位不必如此 杨居正被判了个凌迟处死 下手诸道等侯情祸发落 那杨居正是享受惯了的人 身子金贵得很 在狱中受苦不过 又日日见到张共生率领四个仆人来打他 不多几时 便必于牢中 杨居正西夏并无子嗣 他这一死 家中竟无人主持 一帮小妾各自散去 哲成了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像他早前还居心叵测的 要谋夺哲的家产 如今他自己的全部身家 反倒落到了哲身上 这便是天理不敏之处 不知道杨居正在九泉之下 有没有觉得讽刺 再说 那张共生只为要贪财 欺负孤儿寡母 要霸占年幼弟弟的家产 因此才和杨居正扯上关系 最后搭上了五条性命 枉死他乡 性得官府得利 方才使得凶犯伏法 只是行贿上司徒站家产之事 各处传扬开来 县官据以知情 虽将张家财产一分为二 张仁得了一半 两个秀才得了一半 再无争论 张共生早知道 最终结果是如此 何苦将钱去买憔悴 白折了五百两银子 又送了五条性命 正所谓居心不良 反害了自己 所以奉劝世人 还是存些天理 守些本分的好 听民间故事 品百味人生 宋朝年间 山东阳谷县有个秀才 姓孙明智 家境贫寒 父母双亡 父母在时 曾给孙智定过一门婚室 妻子姓潘 但因为孙智家穷 潘家就有毁婚之意 但因为早有婚约在先 竟不好开口 所以就一直没有成亲 一 孙智的隔壁是个开药店的 老板叫西门欢 家产颇丰 但为人刻薄贪比 不仅贤贫爱富 而且喜欢搬弄是非 只要他在场 不是说张家爬灰 就是说李家偷汉 左邻右舍没有一个不凡他的 四十岁才侥幸得子 而且这儿子不仅长得丑 而且还有些呆傻 总是长不大的样子 县里有一户木匠 姓张明丽 生有一女 名叫秀娘 知书达理 相貌标志 张力贪图西门家的钱财 便将女儿许配给了 西门欢的傻儿子 没过多久张力夫妻便先后去世 只剩的秀娘一人在家 虽说秀娘大西门之子几岁 但西门欢怕把秀娘一个人扔在外面 招惹了是端反而丢了体面 就与妻子商量 先把秀娘接回了家 带儿子大一些 便给两人完婚 见秀娘容貌漂亮 行事乖巧 特别高兴 只怕她嫌弃自己儿子呆傻 所以把秀娘好生照顾 任其所欲 实际上秀娘是个贤良女子 嫁鸡随鸡 嫁狗随狗 根本没有一点嫌弃未婚夫的意思 话说西门欢及爱显摆 有两个善罪 一个是檀木的 用了十几年 爱不释手 其实这两个东西值不了多少钱 但西门欢总是出去吹嘘 少说也得值一百两银子 西门欢本是好意 为了哄儿媳妇开心 便让妻子拿去 让她选个重义的 秀娘见了之后 都非常喜欢 秀娘拿到后 也轮番挂在扇子上 不用的时候 就放在箱子里装好 东西被儿媳拿去了 西门欢出去之后 就只能拿着一柄光光的扇子 有好事的邻居便问 你那一百两的宝贝 哪去了 西门欢说 放在我妻子那里 便给她了 邻居们笑了笑 有的怀疑她爬灰 把东西偷偷送给秀娘了 西门欢取笑 别人惯了 此次也知道自己失言 也不好多说话 一天 秀娘问婆婆 隔壁天天传来读书声 是个秀才 婆婆说 是个老童生 你问她干嘛 秀娘说 看她天天这么用功 将来肯定能有个好前程 说着无意 听着有心 秀娘这无意忠意说 婆婆变上了心 晚上对西门欢说 而媳妇的房间 与隔壁孙志紧挨着 白天问话 不知是否有意 不如我们与她换个房间 孤男寡女 弄出什么事情来 西门欢点头称是 第二天便把房间换了过来 可是有凑巧 孙志虽然穷 但却是个正人君子 知道与秀娘相邻后 怕留下瓜田里下之嫌 便也把房间换到前面 这本来想避嫌 偏偏却惹出事来 秀娘明白公婆换房间的意思 见孙志又是这样 心里又气又恨 公婆心里更是疑惑 天下哪有这么巧的事情 便有些留心上了 更奇怪的还在后面 孙志有一天打开书本 正要看书 西一看 是块白玉 但自己不知道从哪跑出来的 孙志仔细看后 知道是个善罪 心想 难道是菩萨显灵 故意留给我的 但既然知道我穷 为什么不直接给银子呢 后来一想 这扇坠应该也能值几两银子 哪天遇到有人喜欢 就把它卖给他 随后便把它吊在扇子上 一场阴谋 就此开始了 二 有一天 因为天气实在太热 孙志在家里无心看书 便跑到外面大树 下面乘凉 有邻居见了他扇子上面的玉坠 便问 孙秀才 哪来的 孙志随口一说 朋友送的 我一直想卖 但不知道值几个钱 请大家帮我孤一孤 大家拿过去 看了之后都默不作声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这个扇坠 与西门欢那个一模一样 孙志见大家都不说话 见孙志走后 一个邻居说 你们看到了吗 这个扇坠分明就是西门欢的 他说给了小媳妇 为什么却在孙志那里 是不是孙志与秀娘有私情 秀娘送给他当信物了 又有一个搭枪道 就是 就与孙志搅和到一块了 西门欢活该 让他整天在外面东家长 西家短 现在自己家里有事了 看他还嘚瑟 第二天 有邻居就闲不住了 说是有快遇 想请西门欢姑一孤驾 西门欢本就喜欢嘚瑟 一听就来劲了 西门欢看了欲坠后 脸上胀得通红 眼睛里像要冒火 自己把玩了十几年的东西 一眼就认出来了 孙志见他的眼神 有些不对 便说 怎么 老伯 你是怀疑 我这穷苦人家里 不该有这东西 老实告诉你 这是别人送我的 一说 这话更是火上浇油 西门欢悟认为 是孙志睡了自己的儿媳妇 拿了自己的东西 还在这里取笑他 西门欢刚要发作 但看到邻居们那种期盼的眼神 便冷静下来 心想 在众人面前 我若动了声色 这丑事就传开了 西门欢不紧不慢地说 我也有一个善罪 正想买一个凑成一对 刚才想买 但怕你要高价 孙志说 既然老伯喜欢 给个合适价钱 我就卖了 总是有这样 看热闹不嫌是大的邻居 他们就想看西门欢的笑话 便说 那就拿出来笔一笔 他总说自己的值五十两 与这个一笔好坏 也好估价 众人一起起哄 让西门欢回家去取 西门欢之道上了当 便说 我那个都给人了 哪里还要得出来 众人说 公公向媳妇要 他还敢不给 若是放在家里 肯定能拿得出来 西门欢生气 就回到家里 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 妻子一听 火冒三丈 赶紧让秀娘拿出来看 可秀娘回去翻了半天 不仅玉坠不见了 连那个谈木坠也不见了 西门妻子健壮 你这个不害臊的 我们好心待你 你却要偷汉子 还把玉坠送给爷老公 东西都没了 还装模作样地去找什么 秀娘一听 说 我从来未到过隔壁 隔壁的人也从未来过 我做什么丑事了 西门妻子见他顶嘴 又说 养汉的妇人 个个都是会飞的 不需从门里出入 这墙上梁上 哪一处爬不过来 扔不过去 秀娘觉得冤枉 大哭道 这么说 你们怀疑 是我与别人有私情 把善坠送人了 你们有什么证据 西门妻子说 好你个泼妇 还在这里胡搅蛮缠 说完 就打了秀娘一个耳光 秀娘委屈 在家里又哭又闹 寻死觅活的 西门妻怕 把事情闹大了 让邻居看了笑话 便赶紧劝住二人 只是这个西门妻 自己家真要有丑事 压下来也就罢了 结果解释了半天 众人只想拿他开涮 越描越黑 西门妻见面子上挂不住 只好把媳妇顶到了前面 说道 家丑不可外扬 如今 大家都这么说 我也就不好隐瞒了 我早就疑心秀娘 与孙志有些勾当 只是一直没有证据 如今证据在手 我便去衙门告上一撞 还请列位到时 给做个见证 这真是人言可畏 国民的列根性作祟 别人家的丑事 总是抱着看热闹的心理 只盼着别人家出事 但西门欢也是报应 谁让她总是说别人呢 三 西门欢便一直诉状 把秀娘与孙志告到衙门 正赶上杨谷的支线 是个特别正直的人 为官连结 而且特别敬业 总是亲力亲为 她平生最恨的 就是伤风败俗之事 也可能是因为潘金莲 给杨谷县丢人了吧 所以 没有原告不赢的官司 而且这个支线连结 是连结 但却是个酷吏 平生最爱打板子 只要不肯招供 就是一顿棍棒 只打到你招供为止 当然大多时候 它都是对的 但也确实冤枉过人 这一天 当支线要审案子的时候 找来找去也不见踪影 支线便让西门欢重写 又差人将一干人等带到大堂 孙志知道 此事后 心想 深正不怕影子写 我又没偷人 怕他做什么 支线坐堂 先问西门欢 你告孙志与你儿媳妇有奸情 为什么儿子不来告状 在房里撞着奸夫 因为争风吃醋来告状吗 西门欢一听 慌忙道 老爷在上 小人是众伦理之人 不可能干这种禽兽不如的勾当 只因为儿子尚小 媳妇不曾过门 假之年轻口呢 所以我才来出头 知现问 可有证据吗 西门欢就把搬房间以及善罪的事情一并说了 而且说得有鼻子有眼儿 知现觉得比较可信 又问邻居 邻居所言 与西门欢说得大体不差 知现随后提审孙志 问道 你为何引诱良家女子 肆意奸淫 要拐他逃走 可是事实 孙志大喊冤枉 说 我一个穷书生 为了考个功名 天天看书都嫌时间不够 哪还有功夫干这钻洞够挡 只因前日 不知为何 在家里捡到这个玉坠 才引出这个祸端 实际上这个玉坠怎么来的 但与秀娘的奸情 肯定是没有的 知现见他嘴硬 说道 难道玉坠长了翅膀 非到你家不成 我看不用刑具 你是不肯说实话 随后 便让牙医用刑 这样一个瘦弱书生 哪惊得住这般酷刑 晕死几次之后 等再刑转过来 我招供 孙志说 他儿媳妇有心勾引我 这玉坠是他扔给我的 我以礼法自首 并不曾过去奸淫他 不信你问秀娘 知现随后又传唤秀娘 心里想到 如果这个女子容貌丑陋 此事可能还有假 如若女子妖娆漂亮 等秀娘上堂的时候 知现认真观察了一番 秀娘确实漂亮 而且婀娜多姿 知现大怒道 看你这个模样 就是个浪货 你今日来听审 竟然还描眼画眉 而且敢在本县面前 扭扭拧拧 看来这奸情是真的了 这是由她的认知决定的 只是因为她在家是各妻管颜 加之老婆姿色一般 没怎么赶正眼看过漂亮女子 根本不知道秀娘这种美是天然而成的 没有一丝做作的样子 可她哪里知道 秀娘肯定不承认 这子虚乌有的事情 她又把事情推到孙志身上 反正说来说去 也说不明白 因为真得假不了 假得真不了 知现又想 这样一个漂亮女子 还有一个俊俏后生 单单隔着一堵墙 弄出点事情来 实属正常 等我再看看女子夫君模样 随后又让西门欢的儿子来见官 知现见了她那副龌龊的模样 又矮又丑 嘴歪眼斜 还流着口水 心里就更有底了 从心里认定是秀娘嫌弃丈夫 才与孙志油染 知现又提审孙志和秀娘 两人还是之前那套说辞 照样大行伺吼 孙志实在受不住 便召道 秀娘与小人偷奸属实 玉坠就是性物 因为自己家里穷 才将玉坠拿出去卖 导致奸情败露 知现又问西门欢 既然他们已经承认有此奸情 你还要秀娘做媳妇吗 西门欢说 怎么能留师姐之父 情愿让儿子修了她 随后 知现便判决如下 秀娘与孙志偷奸 各打二十大板 秀娘失节 准与其与西门离婚 而孙志的未婚妻潘氏 听说未婚夫与别人有奸情 家之原来就有悔婚之意 四 西门欢虽然赢了官司 但感觉在邻居面前抬不起头来 听说潘家与孙志退了亲 心想 你孙志兼我儿媳妇 我如今天要让儿子娶她的未婚妻 一来气她 二来在邻居面前也争些脸面 但因为被秀娘的漂亮弄怕了 情愿娶个丑妻在家当宝 就连夜央人到潘家说媒 潘家喜欢西门家有钱 便欣然应允 待结婚的时候 为了气孙志 西门欢故意把婚礼弄得热热闹闹 而孙志听说自己的未婚妻嫁给了仇人 本想一死了之 但还想着东山再起 寻机会报仇 且说这个直线判案 虽说轻正 但也鲁莽 而且带有浓厚的个人色彩 办案不讲证据 而是靠主观一段 动不动就打板子 犀利糊涂就落锤 谁知就在直线判完案之后 而且还出了人命 不能不说是因果报应 直线上任之后 儿子就病死了 儿媳妇寡居在家 是个贞洁之人 直线有时与夫人同寝 有时在书房独睡 这天 夫人到她的书房收拾东西 在她的床头边上 取下来一看 竟然是一只红色绣花鞋 仔细看去 像是儿媳妇穿过的 夫人把这鞋子收了起来 趁儿媳妇不在的时候 到她屋里去看 数来数去 正好有一只落单的 把那只取出来一比对 果然是一双 而且是个大醋坛子 见儿媳妇的鞋 在公共房内 哪还能受得了 少不得 淫贱地骂起来 儿媳妇本是个贞洁之人 哪能受得了这骨气 两人便吵了起来 正在两人吵得 不可开交的时候 直线回家了 看见婆媳打架 夫人便把她老爬灰 老无耻骂了个狗血淋头 下得知线赶紧躲回书房 问仆人怎么回事 仆人便把夫人发现 绣花鞋的事情说了 知线心知此事荒唐 气得目瞪口呆 有火不知道向谁发 正在这时 仆人来报 不好了 大娘子上吊了 知线过去一看 儿媳妇已经死了 就埋怨夫人胡闹 夫人不由分说 上去就拽掉了她一把胡子 直线本想与她争执一番 但怕传出去 影响了自己的仕途 只好忍气吞声 匆匆把儿媳妇入殓下葬了 加上生了一气 便病倒了 躺在床上 心想 我一生连结 为百姓断了不少无头案 怎么自家的事情 反倒弄不明白呢 为什么儿媳妇的鞋 会跑到我的书房 为什么鞋子 会藏在墙缝里呢 翻来覆去 想了有一个月 终于想通了 大叫一声 是了 是了 支线把夫人叫过来 问那天的鞋子 是从哪里发现的 夫人指了指墙上的洞 说 就是这里 你藏得好 我也找得巧 支线对仆人说 你把这个洞 给我拆开看看 仆人打开洞后 说 支线说 再往里拆 就是这空洞可疑 仆人正在往里拆的时候 里面跑出几只老鼠 然后从里面 发现了一些东西 掏出来一看 吃的 用的 什么都有 里面还有一张公纸 正是当日 西门欢那张奸情的诉状 支线看后 这样冤屈的事情 让人哪里去深冤 夫人也有些不好意思 说到 原来那只鞋子是老鼠偷来的 只因前面尖 后面凸 扯不进洞里 就留在洞口了 可惜 驱死了媳妇 一条性命 说完 垂胸顿足 后悔不已 支线睡到半夜 心想 我这县衙都有老鼠 老百姓家里 难道就没有吗 那个玉坠 会不会也是老鼠偷去的呢 越想 心里越不脱底 天一亮 就让牙一把孙智 西门欢 秀娘等人找来赴审 五 升堂之后 支线当头就问孙智和西门欢 两人一口同声道 没养 支线又问 家里有老鼠吗 两人又答 特别多 支线让人带孙智回去 说凡是有鼠洞的地方 都给我拆开看看 只要发现东西 立即回来告诉我 过了不大一会儿 牙医便取回一包东西 有孙家的 有西门家的 其中 还有一个檀木坠 只是被老鼠咬掉了一脚 西门欢说 这个檀木坠 就是那天一起 与玉坠交给儿媳妇的 支线说 是了 想必是两个结在一块 老鼠拖到洞口 咬断线掉下来的 原来竟是这老鼠作祟 这都是本县审案不明 才让你多受了这么多的委屈 而且还让绣娘受了不结之名 真是惭愧啊 支线对西门欢说 绣娘不曾失节 你把她领回去 还做儿媳妇吧 西门欢说 我的儿子已经另娶了姑娘 还是让她嫁给别人吧 支线一听 就有些恼火 说 你娶什么 人家的女子 动作这么快 孙志哭诉道 老爷为我做主啊 他娶的儿媳妇 正是我的未婚妻 支线问了其中缘由 孙志便把贪加贤贫爱妇 一一禀报 支线听后大怒 说道 他不曾监污你的儿媳妇 你的儿子盗娶了他的妻子 真是可恶 支线让衙役先打了西门欢三十大板 让他立即带潘氏过来见官 支线非要把这门亲事搬过来不可 可等支线见了潘氏后 脚大身挫 与西门欢的儿子倒是天生一对 地产一双 支线乐了 便指着潘氏 对孙志说道 你看看他这个模样 岂能配得上你 又指着绣娘说 你看他的样貌 岂能和西门之子相配 支线接着说 特地让这老鼠过来捣乱 替你们改正过来 我今天就当一回没人 把绣娘许配给你 随后 支线未报自己 原判之溃 让人取了一百两银子 作为绣娘的嫁妆 令他俩即日成婚 后来 孙志与绣娘夫妻恩爱 孙志考取了功名 而且始终以支线 错判为戒 公正执法 夫妻二人 活到八十寿终 而支线呢 因为自己错审了案子 主动向上申请处罚 后来 做官 也是不敢轻易 再上大刑 最后做到刑部侍郎 而西门欢吃了一顿板子 回家郁闷得不行 平白无故地 弄丢了一个儿媳妇 但幸好有潘氏相配 也算对付 只是从此以后 西门欢再也不敢 闲谈别人的是非 老老实实过起了日子 六 万恶银为首 色字头上一把刀 这个故事 发生在平常百姓家 故事里的人也大有人在 西门欢夫妻疑神疑鬼 怀疑儿媳妇与人偷情 因受众人的蛊惑 竟然怒上法庭 结果呢 除了丢人现眼 而且还丢了儿媳妇 其实 深正不怕影子邪 只要凭着本心 公心办事 管他别人怎么议论呢 别人的事情 无凭无据 更不应该妄下结论 结果肯定会遭报应 支县夫人因为一只绣花鞋 便怀疑支县爬灰 逼死了自己的儿媳妇 这对支县也是个报应 最后幸好 把错误都归结在老鼠身上 而且还搬过了之前的冤案 有些事情 还真赖不到老鼠身上 关键是要洁身自爱 借贪借淫 最可喜的是 孙智与绣娘虽然受了一些折磨 但最后还是才子配家人 让人看了之后 感觉比较舒服 因此说 只要多行好事 必然有好事来报 因为一只老鼠 和一个醋婆婆 竟葬送了自己的性命 仅说这守寡之事 闹出了多少绯闻 断送了多少人命 这都是封建流毒啊 守与不守 全凭个人和家庭实际而定 否则后悔受罪的只有当事人 通篇故事 看似荒诞不惊 只是想通过 承恶扬善的故事 宣扬正能量 确实与封建思想无关 切勿对号入座 所以说 人世间 劝君多行善 行善必有福报 莫作恶 作恶必遭天谴 好 好